那么从新冠的感染风险来看的话 那么现在还有拘捕散载的病例 那么这些病例的发生 主要是在大规模流行期间 没有感染过的人 那么对于养过的病人 那么他可能再感染了 是新的变异毒株 从境外引入的毒株 无论养过和没有养过 多不能完全躺平 所以做好个人的防护 不仅对新冠 对流感 对其他护系统传染病的预防 都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大家还是要做到 在人群聚集的地方要戴口罩 回家一定要洗手 常开窗 多通风 减少个人感染的风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